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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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這個小狀態 我們現在要談的就是 後期時代的電磁產品設計的舉行 以卡拉特設計這間公司 我在這裡已經待了應該是第18個年 我從2013年的時候就有了 但是 但是疫情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 那其實這個疫情在對於電環的整個電競業的這個影響其實非常特別 那你可以看到大概在2020年剛疫情開始的時候 這個世衛福祉其實是叫大家待在家裡的 這是在這個他的整個文君上希望大家在家裡打面鬥 那這件事情非常非常其實是無可奈何 但是也是一個能夠排遣在這個居家工作最容易的方式 所以他的影響是你的居家時間已經變長了 然後一般人大概都做過網路啦 或者做這些線上的這樣的消費 那再來就是說這個在這種這個為之下 工作學習還有包含你的娛樂都會待在家裡面 那也造成說我們現在的這個線上的這個娛樂時間也增加了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很很很明顯的這樣子的一個一個一個現象 那我們這邊的大概會從幾個架構來開始談 第一個是從疫情開始然後到目前的這個現況 大概針對我所看到的或者我們在設計界所看到的這種狀況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們在這個期間也去推敲了一些疫情後可能會發展的一些現象 然後再來就是第三個單元我們會講一下這個電競類產品的設計跟競賽 那這邊的話就是今年比較比較榮幸就是說除了參賽之外 我也參與了這個中間評審的過程 所以我大概有一些一些know how 或者是一些跟過往參賽的這種狀況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們可能做一個分享 那最後的話是針對Quieter歷年的一些作品 那可能都是IF設計獎的這些作品做一些一些 規格會做一些呈現 好的那我這邊講了就從大概從去年這個疫情開始爆發了以來 其實我們在去年的大概前半年幾乎沒有案子 沒有案子是沒有到什麼樣的狀況 是連客人要跟你講的狀況都沒有 那我們等於是說過完年之後呢 大概在7月也不見得是喝西北風 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我們在這裡的情況之下 大概都是談這些已經談定的案子 然後這些談定的案子 當中又有大概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左右會被cancel掉 那原因是在於說 大家在不確定的這個經濟條件環境之下 大家都收手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們著實還蠻緊張的 因為其實相較於2008年那一次的金融風暴 其實對我們來說也有影響 但是對設計在台灣的Quieter來說是一個正向的影響 因為在那是一個比較區域性的 或者是這樣一個經濟風暴當中呢 我們那時候是因為在台灣 然後我們針對大陸跟台灣的這個生產廠 我們比較有好一點的性價比 那相對於過去找這些國外設計公司 可能找Quieter會比較划算 而且我們比較知道實際的生產狀況 所以我們在那個當下其實反而小小的成長一段時間 但是去年跟今年就比較特別 那時候我們真的就是有點像是說冰凍的一個狀況 但是呢其實我們大部分的客人在做什麼 就是說其實我們以目前的業務來說 大概四成以上跟電競相關 那我們那時候的 我們現在在去年的客人呢 其實他們忙於出貨 然後對產品的研發觀望中 也就是說 好比說我有一個客人他做電競椅的 他附加電競椅 那電競椅這一塊是一個比較新興的一個市場 所以他等於是在去年 應該說這個東西大概在四年前三年前開始發展 那去年有一個很好的一個順水推舟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開始要居家工作了 那他大部分的消費者呢 就是說在這種條件之下 他願意花錢去做一些跟你的家裡相關的東西 就是World from home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即便那時候是 自建啊 記憶體啊 或者是所有做電競類的這些產品的原料 原物料都縮減的情況之下 電競椅賣得非常好 就是說我起碼有三個客人 他們在去年的六月就已經達到當年的整個營業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然後到做到十二月呢 他們還是就是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這東西 剛剛跟李總也討論說 這反應在股價上 他們其實都是有很好的這樣子的一個獲益 但是呢二零二零年他們確實沒有來找我們 因為大家只是 我問了 我們打電話去問這些 有沒有什麼新的案子 然後他說我們太忙了 那但是總會有一個希望說 會不會有可能接下來會有好一點的一個狀況 那二零二零年的話就是開始有新項目的洽談了 那尤其是在最近晚進 就是一般來講 設計業在Q3跟Q4的時候會最忙 那我們現在也確實到了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你可以看到是說 整個在產品的規劃上 因為他在有一年半的時間 東西幾乎已經賣到 賣到已經就是舊的東西都賣光了 然後所以他說 對新產品的話 他們希望一個比較大膽的使用情境 或比較性價比較高的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就是說你可以想說 我要做一個比較高階高端的這樣的一個產品 一個趨勢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個跨界的產品模式 就是說我除了要打電話之外 我可能也會用在我的居家或辦公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那一樣還是這樣子的一個條件之下呢 我們大概最近比較長的業務 大概就像PC case 像是Mouse 像是鼠標鍵盤 滑鼠鍵盤 或者像DRAM這一類的 還有比較直的一題就是VR類的這樣子的一個客人 他開始進入新的開發階段 好的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這邊是我們單方面的感受 再看一下這個像這個 NewsZoo他這邊的一些報告 跟電競相關的一些報告 其實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過往這個 18年開始都一直呈現上升的狀況 即便在疫情當中呢 他也得到了這個 這個11億美金的這樣的收入 就是說你所有的電競業的這些博弈類 或者電競類的這些產業 他基本上是一個很高的一個 一個一個參與程度 那他這邊也 也大概有提到一點 但是說現在目前啊 全球大概有20億左右的人知道電競這件事情 大概有2億人 大概是實際在那參與電競這個活動的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商機基本上是一個 還是蓬勃的現象 那你可以看到像 今年還不知道這個結果還沒出來 但是他們預測是在2023年的時候 他會達到15億美金的這樣子的一個收入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直在這樣子的成長 其實我們其實以設計的角度來說 這個還蠻特別的一個現象 稍後會再介紹一下 好的 那疫情後發展的趨勢的話 我這邊大概會有幾個重點 那這個也是 原則上我們在這個去年那個時間 我們也觀察到一些現象 所以我們大概隨著這個科技 或者是環境的演變 我們大概會有這個四個不同的這種建議 假如說 各位對電競類有想要進一步發展的 這樣的一個興趣的話 可能可以參考一下這個 目前的這樣的一個走勢 第一個是這個 Environmental Modding的部分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 大家開始在居家去做一些裝潢 所以 但是這個跟電競相關的話 他們會更強調是這一種 比較融入式的設計 就好比說 過去的遊戲的聲光效果 都是在螢幕裡面 或者是在聲音裡面去做呈現 那慢慢的呢 現在有一些電玩的廠家 他會把這些東西 用一些燈光的效果 或者是氣味 或者是溫度 好比說你今天打一個 低人稱射擊遊戲 我在沙漠的話 我可能會有 沙漠的比較黃的光線 然後會有沙漠的氛圍 或者是比較乾燥的風氣 那這東西其實是可以透過IoT去做控制 那這個也是我們在目前看到 一些市場上的 一些開始有人在往這個方向去做 那他的聲光效果可以讓你身歷其境 然後與環境互動 那他有更沉浸式的 大家強調這個Immersive OK 我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除了在遊戲之內 我可能在我的環境當中的房間 我的這個製作旁邊 我其實會感到 相同的這樣子的氛圍 那再來就是 比較多的這些周邊配件商品呢 像是剛有提到的這個電競椅 那過往大概在今年以前 或在去年以前的電競椅 你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從這個 辦公室的家具去做改裝 可能換了一個跑車的Logo 或者一個藍寶經理Logo 它就是電競椅 那今年開始可能慢慢不一樣 因為 隨著更多的這個電競商 開始投入這一塊 它可能家具製造的部分 會從 你可以看到現在在大陸杭州那個地方 杭州或者江蘇這個地方 有一大堆這些移場 開始往電競方面去做 那也配合了這些台灣這些工廠 開始在做這樣子的一個 全新的椅子的開發 然後過往大概一般來講 花三到五年去開發一張椅子 那現在的要求是 就是漸漸朝著這個 3C業界來靠攏 大概平均大概一年 可能就要有一張椅子要出來了 這樣子一個速度 然後再來是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桌子就不講了 電競床 感覺上是非常廢的一種東西 就是說 你旁邊放個可樂 放個零食 然後中間是XBOX 旁邊是PS5 然後再來一個你的電競 那這個是一個 目前大家正在構思的一個 那有些廠商已經開始著手去做了 那至於說健康不健康不知道 但是實際上是有這樣子的一個 你可以看到所謂的這種 宅市場的話 他們會朝這個方向的 方向去做 那這個是我們也看到的一個現象 那這邊的機會可能看到就是說 居家環境呢 對這個遊戲室的需求增加 那大部分的這些遊戲廠商 慢慢都會把這些電競的東西 從一個很個人 慢慢放到客廳 或者放到遊戲室裡面 它會變成一個 應該講說是一個標配啦 因為其實 我講真的這個 這個現象還蠻特別 待會也是 待會會再講到一件事 就是說 這個環境已經成熟了 從開發者到下面的使用者 慢慢都有這樣子的共識 那而不是有一個很明顯的斷差 然後再來就是 沉浸式的硬體設置 可以增進使用者體驗 然後新的休閒 與新的使用行為 就是說 這個其實真的會改變你 就是說以後 你可能就不見得 要跑出去外面玩 或怎麼樣 你在家裡 一樣會有這一種 好像出去 不敢講是出國玩 但是起碼說有一種戶外的感覺 或者是有一種去 另外一個世界的這樣的一個感覺 好 那再來就是gamer size 那這個是一個複合字 我們其實叫做 game exercise 就是又打遊戲又運動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是一個 最近比較新奇 然後也會持續發展下去的一個狀況 原因在於說 會有整天玩電動 我剛剛提到那件事情 整天玩電動是一個罪惡感 然後再來就是說 父母 其實花錢的這些人 其實會期待讓子女有 健康的運動 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然後再來就是玩這個遊戲 基本上會產生一些凝聚力 我想我們從2006年的 Wii開始 我們大概就可以感受到 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然後疫情的隔離 也助長了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然後這一票人呢 其實他遊戲的升級呢 可能勝過於燃燒卡路里 他其實是要玩遊戲為止 他不是真的要去健身 那我們講健身那個又是另外一掛人 這一掛的人是跟gaming比較有關 好的 那這邊大概就是一個嚴格啦 大概是這個 Xatrix在2000年的 那時候是CES的前身吧 他就已經發表了一個 這種跟類似像這種 綜合訓練機 加上這個互動式軟體 但是那時候其實也就是一個概念 然後 06年有一個Wii 然後再來 Kinetic的部分 Xbox在2010年有 但是從這個之後就沒了 一直到2019以後 就是我們現在COVID-19之後 大家應該不陌生有一個叫做 什麼 Ring Fit這個健身環 就是在我們這個任天堂的這個健身環 他這個東西剛好也是開發完成 然後搭著疫情 他從 他非常特別 在去年6月的時候 他一下子從 排名這個遊戲 Ring Fit Adventure這個遊戲 那個 健身環大冒險這個遊戲呢 從原本的 835名 一票 跳到 排名第7名 那這個第7名的程度是說 比如說你打這些 Call of Duty 啦 或者是 PS 就是這些遊戲的人 其實基本上 他排名就是在這個前面 大概在前10名裡面 這是比較特別的現象 那你如果大家有玩這個遊戲 也知道說這個去年有一陣子 時間 他是因為缺貨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再更上去 因為他 基本上就是已經賣斷了 然後原物料已經缺乏了 那這一邊又提到另外一個 這是我們幫客人 另外一個客人在開發中的 但是他已經發表了 所以我這邊也呈現給各位 他是比較像是 Ready Play 1 就是一級玩家裡面那個遊戲 進去之後你可以戴著這個 VR的這些Goggles 然後你在這個原地呢 他透過這個 Harness 後面這個背心呢 據說360度旋轉 你可以蹲下去站起來 然後在裡面做跑動 那這是屬於第二代的產品 第一代其實已經開發了 那這個這樣子的產品 其實好處就是在說 慢慢的 因為隨著這些技術的成熟 他們把它推 希望能夠推廣到一般的居家裡面 所以也變成是 那個 剛提到的這個Gamer Size 這樣子的一個環境當中 那它是一個硬體 那它也可以透過不同的遊戲的情境去做搭配 那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戰鬥遊戲 但是它可以讓你在裡面做 那我們上一代的產品 甚至有把它推展到這個健身房裡面去 可以讓你去做一些 類似像去遊威尼斯啦 或到埃及去 你可能不見得一定要打仗 在那邊走路就可以了 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 比較實境式的這樣子的一個體驗 好的 那它的這個未來的機會可能是在說 會有新的運動控制系統 在硬體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 但是有一個條件 它必須有多樣性的遊戲支援 像因為這種產品 基本上就是要很多種遊戲讓你去玩 才會覺得這是划算的 然後再來穿戴式的裝置 這邊可能會有一些配件 然後其他的一些輔助配件 可能未來會有相應的這些開發 好 那這是屬於這個第三個 好 5G的部分 5G其實蠻特別的 5G其實到我們現在好像還沒有真正到5G的狀況 但是5G這個現象 你們可以去把它看作是一個 當你的頻寬增加 你的速度增加之後 你的第一個解決的是你的手遊 手遊吃的是什麼 雲端遊戲 那雲端遊戲的這個 它之後的資料量的這個下載程度 會更高 會相對來講 會來得更即時 那它所呈現的結果 會是像這樣子的 當你過 左邊是這個 一般的這個 其實現在這個是 一般在PC上面的畫面 這個是在你的手機上面的畫面 你可以看它解像度 或者它的聲光效果 就很差了 你可以看得出差別 但是未來的條件 環境之下 你透過這個雲端運算的方式 基本上這兩個 是你看不出來的 就是說你即便 現在筆電上面的顯卡 跟你這個雲端上面 所呈現下來的畫質 跟聲光效果 可以是到接近的狀況 那至於說 現有的這些東西呢 可能會到下一個level去 但是其實以這樣來說 對一般的玩家來說 它的等於使用體驗 會高得非常多 會非常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線上有很多這種 高Gaming的這些平台 慢慢產生的 像包含了這個 Sony啦 或者是Xbox 它們都會成立一些 雲端控制的這些遊戲 那基本上 你就不太需要 經過特殊的下載 你可以直接在 反正雲端儲存之外 你可以去做雲端的 這樣的一個操作 那這個傳輸快 低磁質的特性呢 除了5G的 這個手遊的上 運用 還有AR VR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注意到 就是說 剛剛提到的這個 VR Virtual Reality 或者是像這個 擴展實境的AR的部分 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說 當你不太需要 這麼大台的主機 放在傳輸線 去插在你的這個 這個 搭構上面之後呢 它會一個比較輕便的 然後比較隨身的裝置 會產生 那這個當然 不見得百分之百 跟電競相關 但是電競 確實可以做這樣的運用 就是說你之後 不會再有人選說 戴那個眼鏡太重 或怎麼樣的狀況 因為它基本上 你一些處理器 透過雲端的方式 去做處理 硬體的負載 就會相對來的少 好 那剛剛提到就是 剛剛雲端遊戲的普及 會促進相關 配件的開發 然後VR會更深入家庭 然後AR會 運用於個人的配件 那再來就是 Cross Platform 那這個是 跨平台的這個遊戲界面 這也是一個最近 常常在談的 跟遊戲開發商在談的 就是說 我們過往 從任天堂 Xbox 或者是像這個 PS 它三個遊戲基本上 會有各自的這種品牌 然後 也慢慢的會有這種 跨品牌的這樣子的遊戲 不同的 不同遊戲可以在 你看同樣的遊戲 可以在不同的 界面裡面跑 但現在呢 在談的是說 如果跟PC之間的匹配 是不是也可以去做這樣子 所以現在很多 遊戲商呢 試著去把這些做一個 跨界的整合 然後它在整個 代表的意義是說 會有更大的遊戲社群 然後玩家之間的互動 也會跟以前 那過去我們可能講說 我是PC派的 我不會跟你這邊去講 那再來就是說 慢慢這些遊戲 你包含你的PUPG 或者是你這些 遊戲 兩邊其實都可以去做一些 互動 那這個載體的部分 就沒有那麼大的一個限制了 當然它會有一些限制性 就是說 以遊戲機台來說的話 它比較適合大家 格鬥類賽車運動 或者機台 這種機台 就是傳統玩這種 Street Fighter 或者這種街機的這種 這種遊戲 那電腦類的話 可能在針對 FPS 即時戰略 或者是MMO MOBA MOBA 這類遊戲 那它各自有它的需求 但是其實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看到一個 兩邊都可以通吃的 這樣的一個操作軟體 所以你只能說 我這個東西可以去 比如說我要打FPS遊戲 或者我要打 應該說我要打MMO的遊戲的話 我要在這上面用 必須要把鍵盤跟滑鼠 放到我的FPS遊戲上面 才能去做這樣的動作 那他們其實現在是在想說 有沒有一套 比較Universal的軟體 兩邊都可以去用 那目前還沒有這樣的界面產生 好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市面上的這個數據 也都是在增加的 包含XBOX 它直接就建立了一個 跨平台的軟體 從去年大概增加了12項 那今年應該更多了 這樣子的一個遊戲類別 就是說 一套遊戲 可以在不同的這個 操作硬體上面去做操作 好 那剛剛提到的這些就是 有些也是有的新的遊戲行為 然後新的硬體需求 跟這個操作界面的需求 那這個目前是我們看到 比較有意識 科技上做得到 但是其實使用行為上 沒有辦法達成的一個部分 好的 那以上大概就是我們針對 這個疫情 最近我們看到的一些 略為朝向的這種方向去做 那下一個階段是 電競類產品與設計競賽 那這個東西比較特別 就是說 電競其實以往 我們過往在 2012年以前 巴桿子跟這些IF 紅電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試過 報獎了 人家都不會理我們 然後就 因為其實它那時候品項大概就是 電競滑鼠大概屬於這個 不好意思 電競滑鼠大概屬於這個 PC類 鍵盤屬於PC類 這個也就是PC類 那所以你就跟一大票的 其他的東西在做比較 比較沒有一個特色 那從2012年開始 我們大概就是以這個 海盜船的這個滑鼠 在紅點得獎 然後在它的鍵盤 在IF得獎之後 開始慢慢的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電競越來越普及的這種現象 那2018年其實它有 Gaming Product有增設了這個 叫做Gaming Hardware AR VR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新的品項 就是說你只要是電競相關 你就往這邊丟 那會有專門的評審 所以我也是在這樣的機會下 今年去幫忙做這樣子的一個 評審的工作 然後在2020年增設的 五項評分的這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其實是方便 過去的這種文章式的描述方式 把它改成條列式比較規則的 這樣的一個整理方向 那它的一些細節的話 我這邊大概做一個呈現 就是說 你在這個評選的過程中 一般來講你報獎 它會有 有兩階段的這樣子一個評選 然後第一階段它會到五成 然後第二階段大概百分之三十三左右 會進入 就是你可以達到IF的標章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那從這個當中的最後一天呢 才去做評審去做 跟這個三十三當中去挑出一個 應該說挑出各個類別當中 具有代表性意義的這樣子的一個金獎 那以這樣子的邏輯來推的話 就是說 我們一般來講 投爆的這樣子的一個比例大概是三成 那 我們這邊 奎拉特設計公司 大概也我們也 在這個 這個方面大概也比較有經驗 所以我們大概會 平均會達到 達到六成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然後再來就是說 在這個 評判的這個過程序 我這邊也 大概簡單做一個介紹 就是說 一般在這個評判的過程 它會 在初選的時候會有兩個team 比如說這個電競類的 這支電競滑鼠 它會有兩個team 在做評審 那如果你 qualify之後呢 在選上 大概一半的機會選上之後 你到 這個最後的決選 然後呢 在這個當中呢 有一個就是說 好比說我是參賽者 我也是評審的條件之下 我必須要先舉手說 比如說我不能評這一個 然後 它會有一個chairman的機制 就是說 當你從其中一個member不評之後 這個chairman會下來去做決策 做決策說 你這個東西是不是 是不是qualify 是不是合格的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所以 即便我們今年有參加 但是我身為 這個評審的條件之下 我必須說 這個不是我能夠評的 然後我必須要成立 比如說這六項 這七項 我不能評 我就把它丟出去 然後會有其他的 其他的組別的同仁 會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評選 那最後呢 還是在這個 一樣在這個決選的時候 也是一樣 如果跟這個設計相關 像我們已經近期了之後 如果還是發現 這有我們自己的產品之後 那我們也只要提到出來說 這個不是用的 所以 所以整個 就整個制度上來說是公平的 然後再來就是提到這個 Jury Tour的部分 它這個是一個評判的一個工具 那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 相當完整的一個互動式軟體 就是說 用拉霸式的方式 那我後面會介紹 它怎麼去評向這五項的評選 Idea Form跟Function 基本上這個 這三項是一個比較 既有的評選方式 那這個其實就是 比較我們設計師講的 造型啦 功能啦 或者是一些Idea的部分 那這個或是你的想法是什麼 那今年它有 去年開始它新增了這個 Differentiation跟Impact 這兩個其實比較麻煩 就是說 它其實 原本的用意是在於說 第一個當然就是 創新與品牌識別的部分 就是說你這東西 具不具有代表性 或者是你 是能代表你的企業 或者是代表你的這樣子 差異性跟其他產品進盤 那在Impact的部分就是說 他們的本質精神是在於 環保永續 以及社會福祉相關的 所以就是說 你這邊 永續的比較環保的材料啦 或者是對整個社會有幫助的 那甚至在今年他們有增設了一個獎 就是針對這個 這個部分 那通常我們在評選過程中 會看到很多產品不知道 怎麼填這兩個 那我會其實 會建議說還是把它填上去 因為以電競來說 它Covid-19 其實電競對科普的Covid-19 是最重要的 就是在加上檔變動 這也是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其實最簡單 那當然說有些鍵盤 它會用SPOA 或者特殊製程 它具有環保的意義 或者是它具有 永續可回收的材質 那這個也都放在裡面 確實會達到加分 因為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評比方式 是五個方向 是各自平均的 那你當你總分五百分的情況之下 你大概過了兩百五到三百分 你就有機會過了一半 這樣子的一個評選 因為通常這是相對的 是絕對的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如果今年大家在填獎的時候 這個部分 你想想看我們的產品 因為有些東西是 金酒大用 發行性的 是一個不小心的感覺 或者是我們的產品 發行性的 跟人家不一樣 它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highlight 那這邊的話就是 再提到就是說 線上或線上 就是像線上或線上 這個東西 在我演講裡面 可能感覺上大家很方便 可以去感受得到 畫面跟這個 但是就評審來說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不同 所以也從年開始 會有稍稍的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於這個 影片跟這個 照片的部分 我會建議說 從這個方面 大家要特別去加強 因為去年一開始 我們大家覺得說 影片就是把影片傳上去 反正他評審完之後 他應該會去看這些字 或者是看這些描述 但是其實你要 你要記得是 在有限的資訊內 評審必須盡可能 檢視參賽作品的 各項又缺點 這在實體會場 這邊評選的時候 其實你看得到摸得到 比較好 比較好做決定 在這邊的話 其實說實在 有一點難度 而且其實評審 只有三天的時間 然後去看你的產品 所以你必須要很完整的 呈現出 你產品的這個實際的功能 樣貌 還有它的意義在 所以我們會強調的是說 我這邊會建議說 用更多的時間 去準備你的影片 讓你的這個畫面 可以盡量可以自我表現 甚至在不看到你的文稿 你的文稿 總統是加分的效果 當我看到你的影片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說 你就是這個 當你把 前面這個東西 說真的 其實你只要把它 越拉高 越往外拉 你的紅色範圍越大 相對來說 你中獎機率就會高 像你基本上 你如果有315分的話 基本上算是很高分的 這樣的狀況 所以你的影片 一開始就能夠 呈現這樣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 絕對加分的一個效果 好的 那我這邊再做一個例子的檢視 就是說 這是一個2014年 非常舊的 那時候還沒有gaming的一個產品 那時候我們得獎的一個作品 來用這樣的方式 來做一個檢視 看看 IDEA設計想法 這樣的設計想法 基本上它是一個 符合變形金剛的這種 這種概念 它可以去做可調節式的 但是它又有一個很好的人音工程 舒適感的一個滑鼠 即便它看起來很噴張 但是其實它是一個很舊手 然後同時它也可以調高你的 你的這個碗托的部分 還有一些配送塊的部分 你的手的手感會更舒適 那即便一個很極端的造型 所以它的設計想法 基本上就是一個 在分數上應該就不會太低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在功能上 它具有人音可調節的功能 這個方向就已經打倒了 然後造型的部分的話 它當然你看起來 它是有這樣的方式來做 但是其實我們當初想法是說 我要因為它的有一個鐵板在 或者是有一個金屬架構在裡面 讓這個滑鼠能夠看起來 這個遊戲的過程中會比較激烈 我們讓一個非常強固的 這樣子的一個裝置 所以我們讓它有一個 內骨架的這樣的一個設計 它裡面是用鋁合金方式去做 它的造型上基本上 是因為它的機能而去做的改變 所以這個分數在這邊 無效應該也不會太低 然後再來是說差異性 因為這個是其實是幫Cougar 就是美洲 應該說是骨架 它是美洲豹的這個 這個品牌呢 做的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其實符合他們企業這種 比較有掠奪性的動物的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在想像這個方向的話 基本上應該可以達到 它的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至於說 impact的部分 我們可能講說 它就是一個gaming 然後在這個疫情時間 可以幫助大家去做 那以這樣的方向來填寫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說 最基本的 你剛剛 該視頻發文的部分都達到 那剩下就是交給 評審去決定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 他理想中的這個 IF設計獎的這樣的作品 好的 那我這邊對參賽者建議 再強調也就是說 希望是以使用者中心進行設計 那這個使用者中心 就是gamer或者是玩家 因為其實這還是 因為在遊戲這塊 真的還有很多不同的光譜 就是說有gamer是專門 以這個當作職業的 那有玩家可能就是 純粹以欣賞 或者是做這種粉絲的方式 去做這樣的一個呈現 然後再來就是說 著重原創精神與優化附加價值 原創精神很重要 就是說如果你在評審過程中 你跟大家很像 或者是評審 因為其實評審都是來自於 相關行業的這些 這些業界的這些同仁 他們其實知道哪些是超的 所以如果有一點點的話 基本上你要一定 從一開始發講 就要把它避免掉 然後再來是 美學是主觀的 但是必須強調是 電競的強調裝飾 不是設計 有些人可能就是用一個 大紅色的 或者是用一個色帶 運動風來表現這個 但是其實這個在本意上 其實會比較 比較可惜了 就是他其實不是一個完整的 所以他相對來說 評比分數也不會比較高 然後 電競 電競其實把它當作一個工具 行隨機能的方向去做 沒有錯 這個地方會比較能夠 能夠說服 能夠打動人 然後再來就是 描述詳識 不要浮誇 那之前我們也有看過就是說 這隻滑鼠 它有什麼 流體力學的功能 然後可以增加其中的效果 但是裁判一看就說 這個跟滑鼠沒有關係啊 你又不是坐一台車 也不是坐一台飛機 所以即便是 好比說 我這樣的設計 如果都寫說 它有什麼氣動功能的話 基本上它分數會非常低 因為基本上我們 我們也是有情緒的 有時候看的不開心 就這個不是 這不是這樣子 你在騙我這樣 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 參賽前的準備 多餘主辦大會公開 因為其實有很多 就像比說 它到底是在第幾項 我到底要怎麼填 這個其實 我想這個 IF台灣這邊 他們一定會更知道 要怎麼去做 其實在事前 像我們跟 在報獎的時候 我們也會內部去跟 跟工作人員再三的確認 我們這樣做是不是合適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會看到 有些品項丟在錯的地方 它即便是 那個 比如說是 到底要放電競相機 還是要放 放一般的這種 Consumer的相機 那這個東西 其實可以去跟大會 做討論之後 那這個會得到一個 比較好的 比較正確的一個位置 好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看一下 Creator 往年包含今年的 一些設計作品 我們大概目前為止的累積 工作二十多年 二十年左右 大概是一百多個設計獎 那大 大中是IF跟紅點 那當然有一些 日本的Good Design 還有一些 比較小的這種獎項 區域性的獎項 那我們大概每年平均 以IF或紅點來 大概是六到七個人 這樣數量在重新上 好 然後我們大概在前年 被大會名選為 這個全球五十大的設計公司 那這是比較 比較值得驕傲的一個 一個榮譽 好 那我這邊提到的 就是這個 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是一個叫做 Water Block 的一個 就是針對水冷 它是一個針對CPU的 這種制冷的 這樣的一個系統 那它所擺放的位置 其實是在這裡 電腦的基板上面有個CPU 那一般來說會用風扇 或氣冷式來做 那 這一個是一個 新興的一個玩家 大概 差不多 三年五年之內 那過去的話 大概都是用空冷 氣冷 吹電風扇的 那現在的方式就是 它用一個Pump 然後去打水 然後裡面放的是 汽車的這個水冷液 為什麼要這麼做 其實我不知道 但是它其實是Gaming 就是有一個品項 就是說 它比較屬於超頻類的 比如說它希望能夠 讓它的這個 制冷的方式更穩定 那說真的 這個是比較像是 這一票的玩家 基本上他們不是真的打game 而是他們是針對設備的部分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強化 那它會針對它的GPU 還有顯卡的部分 它的CPU 它的中央處理器部分 去加一個水箱 然後包含這個水道設計 什麼 其他的內部的這些 流量的這些元件 我們都是幫它重新開發 那包含它這個 我們經過實驗之後 然後用一個比較 特製化的方式去做 基本上那種產量也不高 但是就是 比較像是這一種 金字塔玩家在玩的 這樣子的一個 算是它的這種 電腦機殼裡面的一個展示裝備 那這個大家可以比較理解一點 它是一個電競類的耳機 那這個電競類的耳機 現在也是一個趨勢 剛好提到說 environmental modeling 電競類的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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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一個 蠻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在假設這件事情 就是說 當年來 應該是在1970年 60年左右以後 看過這種紅白機 或打過這種大型機台的人 他們的年紀 慢慢成熟了 所以慢慢會 朝這個方向去做 所以你看 我們目前在整個設計的 這種調性上 慢慢比較傾向穩重的 那這個當然是不同的市場區隔 那我們希望做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 一個差異性 好的 那這一款設計 是幫360 一家澳洲的公司 設計的 在今年得獎的 一款作品 它是一個模組化的設計 鍵盤設計 那它針對不同玩家需求 它可以把你的數字鍵 放左邊或放右邊 那透過這種插槽的設計 然後上面這個Multimedia 這個Hockey的部分 可以做滑動 就是相對來講 就是說你可以 按照你的手型 或者你操作習慣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調配 然後呢 整體在這個 材質上呢 用一個金屬外露的方式 去做這個產品的呈現 那希望能夠 讓這個玩家能夠 有一個比較舒適的 這樣子的一個 客製化的這樣的一個體驗 那這是去年得獎的 那你可以 又是另外一種調性 它這是 這款的 這個客人 一樣是剛剛那個 古家的客人 他希望比較噴張 比較像摩托車造型的 但是我們不能把它做成一台摩托車 而是我們用一個比較 突破框架的方式 讓它的整個 主結構呢 能夠做一個好的一個拆裝 然後 再做一個比較大型的這種 補架的方式去做一個 整個外觀的一個懸吊 然後再來就是有RGB的燈光 那其實 這一款機型 主要它的功能 是來Promo 它裡面的這些 內購的這些 風扇啦 或者是一些 它有相關的一些 銷售的這些配件 好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低調 比較 這樣的一個 鍵盤的這樣的設計 那是在2019年 那再 這個 我們 這個在當年可以得獎 可能今年就沒辦法得獎 因為 評審真的看不到摸不到 因為它是一個 非常強調質感 材質的 你要摸到你覺得 哇它很棒 它有一些很小的這種細節 但是這個 說真的 有時候 線上的評審 他會有一些盲點 所以我會盡量說 大家如果 影片能夠拍得好 細節能夠好的話 其實加分效果 會好很多 是 它這個是做一個 自見外露的設計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 屬於這種cherry key 那它是 把所有的這種結構 透過這上面的鋁板 去做這樣的鎖附 所以它有一個很好的 這種強固性 但過往的這種設計 通常會把 上下蓋把它蓋住 但是它呈現整個 是它整個 你要想說 它把內膽給呈現出來 這樣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 它的整個 收編的細節非常的細緻 然後但是 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它其實非常的好看 但是就是 大部分人在照片上 其實看不太出 因為一個鍵盤 最大的問題是 百分之九十五的面積 都被自見給蓋住 所以這些細節 反正要翻過來看 拿側邊看 才看得到它的這樣 也會大量 也會大量 好的 那這一款機殼 就比較功能性的 它就是 裝系統 它可以做模組化的設計 下面是 ATX的大型機板 下面是小型的 它可以同時做抓取資料 跟打game 這樣子的 這比較像類似伺服器等級 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這個造價也不低 但是就是 針對還是一樣 比較高端市場的 這樣的一個設計 好 那這是單手鍵盤 那我們是去年幫 前年幫一個大陸的 這個客人做的開發 那 剛剛有跟李總提到這個問題 就是 大陸因為政策的關係 最近 一律的這些都不見了 他們就沒有在做 他們不能打電動 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會有這樣子 還蠻可惜的 因為他們 我們才覺得說 他們剛開始 那就已經 又告一段落了 這樣子 好 那這是幫海盜船 我們跟海盜船合作很長久 就是因為剛剛提到那個 2012年的案子之後 其實陸續幫他們做了很多不同的產品 那這是幫股價 就是剛剛 同時設計的那一款 2012年得獎的一個鍵盤 好 那這邊是屬於 你可以看到 最近的趨勢在RGB 就是說 這種比較低RAM的部分 那除了 會發光之外 它還有神光效果 你可以做各種 顏色的編程 甚至 你可以讓它變法國旗 義大利旗 或者是你要變台灣的國旗 其實都沒有問題 它可以透過這些編程去做 那 目的也不是在打GAME 就是在做一些炫的這樣子的一個視覺效果 好的 那我這邊做一個總結 就是說它市場 電競市場其實一直在擴大 我們其實 我從2012年就覺得說 我應該到高峰了 就不會再做了 就13年14年 一直到現在才是這樣 那後來你可以看到那個市場 我後來現在的感覺是說 只要有人在打GAME 這件事情就會一直下去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對很多人來講 可能是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可能在那邊是英雄是什麼 這其實在一個情感上的一個解 然後再來 沈浸式遊戲成為主流 然後使用者中心 剛剛提到使用者中心很重要 然後eSport產品跟爭議使用者電玩的遊戲表現 那這個其實就是要強調它是一個工具 那最後一個是 具有感性的連結 我這邊要強調就是說 為什麼最近可以做得這麼好 是因為 從品牌到整個玩家 其實從上到下都有體驗 它第一代 其實這些我們這邊談的這些 我這些業主 其實都是第一代的玩家 都是這些老闆 它其實只會跟我講說 欸 你可不可以設計一個 你自己也很喜歡的東西 對 就是一個 好像一個老男人的玩具 我可以拿回來把玩 那這個其實在二十年前 不會有這件事 因為我們的上一代 對於GAME來說 基本上是一個 不太認識又很排斥的這種狀況 那我們這一代其實 好處是在於說 大家都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知道 所謂的遊戲是什麼回事 我怎麼樣去沈浸在裡面 那從當中去找一些原始跟故事 我覺得會有很大的影響 好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報告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利益的分享 今天這個演講非常的棒 讓大家能夠知道整個電競的一些發展 跟趨勢 然後也因為利益 他們也參加很多的競賽 所以有很好的參賽的一個經驗 那再加上他們也受邀 擔任我們的評審 所以對於我們的整個評審的制度 或是參賽需要注意些什麼項目 也都可以跟大家來做個分享 那也非常感謝他願意這樣子來分享 因為畢竟大家可能也是他們未來的競爭對手 因為參賽的話也是他們未來的競爭對手 那剛剛有提到 其實我們過去各位有做投資的請舉手一下 大家不大家的敢舉手 所以這幾年假如說有再多投資的話 就會提到什麼電動車啦 5G啦 這是未來的一些趨勢 所以注意這些方向的話 都可以有比較好的一個投資 那事實上我們都是專心在做設計 都沒有去注意到這些事情 那事實上假如像比如說IF設計獎好了 假如仔細我們看 從大概三年前兩三年前 來看我們屬於電腦 或是IF這方面的得獎作品 尤其是台灣的參賽的廠商 基本上獲獎的作品 從過去傳統這些電腦周邊設備 然後參賽或是得獎的比率 超過百分之五十都是電競的 所以可以看到大家留意的話 大概比如說今年吧 不管做這些電競的 不管是技嘉啦 華碩啦 Acer啦 或是他們的股價都標的蠻高的 那其實跟他們的轉型到電競這一塊的電腦周邊 設備還有更多的利潤也是有相關的 所以其實在設計創新這一部分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一些設計的趨勢的話 對於未來投資也是很有幫助的 那接下來因為我想 就線上有一些朋友提問的一些問題 我想請利益兄這邊來回覆一下 我把這些問題念一下 第一個題目是電競產品在參賽時 與其他PC類的產品如何做區分 作品準備的重點在哪裡 OK 剛剛有提到 我再回到上一頁來講 這個總結的部分其實會比較 電競市場其實 基本上電競跟一般的產品差別就是 它就是拿來打game的 那至於說它可不可以拿來寫文書處理 都可以 但是差別在於說 電競類有很多的區分 如果你針對的是低人稱射擊遊戲 你可能需要輕量化 然後你的整個弧線呢 會比較稍稍來的輕巧一些 那如果你是針對其他需求的話 你會有一個 比如說比較多的按鍵 MM1 MOBA 那這是有特殊的規格 那如果你有在電競這一塊 先想如果說你要設定一個電競 而不是說 最好是從裡面設計到外面 而不是說 我覺得電競就應該長得像閃電霹靂車 就是應該有兩個翅膀 會有三個尾巴這樣子 那這樣子其實是 就是會變成 剛剛提到的 以使用者為中心進行設計 就是說先想要你的這個gamer跟玩家 他到底是在做什麼 玩什麼 那我們也曾經設計過 電競跟商用雙用的模式 那就是說它會有一個switch mode 或者是有這樣子的一個輕鏡 然後你在參賽的時候 他怎麼樣去做 其實如果你要強調是電競類的話 我會覺得是你功能導向 就是說你有一些特殊的特徵 可以去強調你是電競 或者是他可能是在這個精神的 但是這個最最最最基本 再來就是說你在功能上 能夠去突破現有的 因為通常是電競的好處是在於說 他比一般的傳統的滑鼠多了一點點 玩家就是電競玩家這樣的考量 那這個其實是最大的一個差異 OK 這個也蠻有趣的 就過去的傳統的PC相關的周邊產品 我們都很努力的把它包起來 不讓它裡頭東西外露 那但是剛剛看到很多電競相關的產品 他是很努力把裡頭的東西秀給大家看 那第二個題目是電競產品的設計 除了環保材質的選用之外 可以如何推廣永續 電競產品基本上呢 他有一個最大的生命週期 跟一般的3C類不太一樣 電競對他的規格上會更要求 所以就本意上電競類的滑鼠鍵盤 已經比較不容易壞掉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 有些特殊的材質 像是PLA這種環保塑膠的這種材質 會在字件上面去做一些運用 那原因一開始不是因為環保 而是他的這個打字的這種舒適感 會比較不一樣 那這個也可以去做一個強化 那再來就是說 剛剛提到的就是 其他的一些基板 或者是一些相對的這些 一般來講 電競其實生命週期 我們過去以為說 好像大概是跟3C產品一樣 三到五年就結束了 但是我們發覺到一個現象 因為他非常的經久耐用 結果像我們幫海盜船 在2012年開發的那一款鍵盤 你到現在打 一樣好用 然後再來 因為他材料是用的是真材實料 所以相對來講 他不但是沒有回收的問題 因為他沒有壞掉 所以他在這個方面 我認為以這樣的角度來看 他的確是可以減少碳排放 然後再來一點 打GAM的人基本上他不出門 看排放自然就少 那這是我們想的另外一點 OK 謝謝 的確一個產品如果能夠持續使用的話 他所產生的汙染就比較少 另外我們剛剛看到有些產品 因為造型很特別 外露的設計也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他我估計以後再拆解 那回收這部分可能比傳統的一些 整個包在一起不知道怎麼拆解的更容易一些 那第三個題目問題是電競產品的設計 如何納入女性玩家的需求 比如說嘗試不同的顏色 OK 這個其實我們過去都有一個誤解 好像女生就一定要產生一個粉紅色版本的 其實這個有啦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一些手工具做一些粉紅色的 但其實我比較在意的 反而如果是真正的女性玩家 我會正義他的手 手很重要 因為我們會建議 其實市面上沒有女生不能握的滑鼠 但是有些東西做得太大 比如說我們會有一種設計方式是說 我們出大版跟小版的 因為女生的手在整個長度跟這個寬度上 會比較小一點點 然後會稍微把這個滑鼠做小一些 或者是當然你情感上 有些東西會貼一些 其實我覺得現在很難講用顏色 因為男生有時候也用粉紅色 所以這個沒有太絕對 但我反倒會針對使用行為 然後再者是女生喜歡玩什麼遊戲 然後你這種 第一人稱設計遊戲 其實玩家女生其實佔了三層 你不要小看好像都沒有女生玩 其實女生的粉絲很多 然後在LOL其實你在打怪的時候 也是有這樣的現象 那當然是一般普游大眾來說 他可能玩那種塔牌遊戲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在設計上會一樣 還是以使用者為中心去做思考 他的遊戲類別會稍稍不同 但是如果說就同樣的遊戲的話 我會選擇在人音或者是他的直覺度的操作上去做規劃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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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七彩其實是一個 你剛才講說是科技上的運用 它是剛好會造成七彩的原因 是因為沒有別的東西放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呈現的少數幾個顏色 比較多之外 我們在呈現七彩 如果一定要呈現七彩 我們會採用非常低色系 可能是我們甚至倒是 碳黑色 深灰色方向來做 做產品 然後讓它能夠發光的時候 會有一個反差效果 那通常會選擇RGB的原因 通常是業主的要求 那我們現在慢慢在做 也是盡量讓這個光壓低 然後在其實 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我不會讓它這樣子發光 就是說當你要這樣亮的時候可以 但是我大部分時候 可能會有一個比較隱晦的方式 做呈現 那RGB說真的是 你可能會再過十年 二十年後 你會非常有一個時代感的感覺 就像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剛好RGB非常便宜 然後突然發生了 所以大家會做這件事 那當你廣泛運用後 可能大家還要再忍耐一段時間 因為其實設計師 我們自己 我個人來講我受不了這件事 但是我們還是為了客人的這些需求 因為說真的它是一個在關燈之後非常豐富表現的一種美景 是 這蠻有趣的議題 事實上我們應該針對這些gamer做一些訪談 是不是他們真的是喜歡這些 這方面的一些編紛色彩的一個顏色 那第五個問題是 參賽或者是獲獎對於貴公司有沒有什麼優勢 優勢或是有什麼好處 其實這些東西會比較是一個附加的一個效果 當然其實設計師來講我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榮譽 而且對工作上的一個肯定 那在整個 而且其實你可以透過競賽 你可以對我來說是去反覆思維說 我做這個設計我哪個地方做錯了或者哪個地方做對了 因為其實你可以知道說你參賽的這樣的一個結果 或者你在看其他人 我個人來講是 我如果沒有參賽我不會去看人家的產品 那我在參賽過程中我去看 去參考別人 喔你在 我有比賽 那跟我同樣比賽的人在做什麼 所以這個當中其實是一個 因為其實以IF設計競賽來講 它是一個相當前端的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各個業界或者是各個比較知名品牌 會去參加的這樣一個設計競賽 那你可以在第一時間內 擷取到最新的資訊 這對我來說其實反而是在設計上最大的幫助 那至於說得獎或不得獎 其實那是另外一種 那是另外一種感受 就是說我得到肯定 我心裡會有這種自我滿足的這種 或者是我沒有得到 我稍微可能要檢討一下怎麼樣去做 但是其實就切磋或互動來講的話 我覺得 如果有機會都去參賽 我覺得是一個最好的 最好的一個 提升自我的一個方式 謝謝謝謝 我們不是老王賣瓜 自賣自誇 那我想參賽或得獎的確有很多的好處 那各位如果對這方面 還有一些想法或分享的話 都可以來跟我們提問 那接下來我想問一下 在座的各位有沒有 還要再問陳先生的 關於他今天的演講 或是關於電話設計這部分的議題 沒有 那沒有的話 那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 謝謝陳理先生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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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中文字幕——YK